他们曾经幸福美满,生活富足,二十年前的一场变故,把这个家庭瞬间击垮。 为了解开心结,他们不辞劳苦,倾家荡产。 为了实现心愿,他们不远万里,寻找帮助。 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坚守了二十年? 究竟是谁让他们如此牵挂呢? 好,我们热烈的掌声请住,谢荣唐夫妇。 二位请坐,跟我们说说,你求助什么? 我求助,就没请过找小孩。 找小孩,孩子名字叫什么? 谢小飞。 谢小飞,小孩什么时候丢失的? 94年。 94年? 9月28号。 一辈子忘不了的日子。 忘不了的日子。 孩子那时候多大? 七周岁。 七周岁。 怎么丢的? 在学校读书。 入校民运管节天就丢了。 您上哪儿了? 我两个公婆都在医院,我老婆呢,生了一个小儿子出生了,在医院,孩子生了几天? 生了四天。 四天,四天,你这老大就丢了,这老大丢的消息谁告诉你的? 发病的他们在医院。 邻居告诉他? 我把他跑了个火车站,晚上九点多钟,慢慢地坐这个单车,一路上前一路上就哭,找着小孩。 你以前是个爱哭的人吗? 在这之前? 我从来没有哭过眼泪。 是的,你看他当兵来。 你是当兵的以前? 在家里是这么苦,这么冷,我都从来没有流过一点眼泪。 怎么样我都受得了。 就是呢,到这方面来,我打击我相当大。